大家好,歡迎收看一點子科技空拍機教學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世紀的F11 無刷GPS 空拍機 首先我們把空氣打開 按一下 空拍機上面的電池長按 空拍機 我們現在的燈號 紅燈 顯示對頻狀態 我們將油門推桿往上推B1升 往下推B1升 即完成對頻 指示燈號 藍燈神速 然後我們下載 App SJ GPS Pro 下載下來 然後我們先 打開Wi-Fi 搜尋到SJ GPS 現在它因為有 重新 因為上次有對頻過了 所以這個手機會自動 自動抓到它的Wi-Fi 然後我們再打開 App 這一個 這一個是教學 裡面是週末的 我們可以 多看幾次 玩一些教學 然後 我們選擇 遙控器這個圖示 好 這樣影像 就有出現它的影像了 有很多功能 都在上面 這個是 第一個是跟隨 第二個是 自動 返回原點自動返航 第三個是 原地下降 第四個是 一鍵起飛 因為我們在室內的話 室內的話 是沒辦法轉動這個電機 所以我們 可以按這個 按下 左上角這個 B1 取消GPS 變成室內模式 然後 我們 按一鍵起飛 試看看 這個要壓住 我們現在按一鍵起飛 我們現在按 遙控器 左上角的 一鍵起飛 右上角一鍵起飛 OK 按下去 不好意思 我們首先 我們要先接水 搖桿往內 兩隻搖桿往內 兩隻搖桿往內 在戶外 在戶外我們一定要用GPS 室內就是這個方法 可以 油門不動 過一下子 它就自動 把它就自動停轉了 OK 大概是這樣 前面 就是 炒 雲 發